中国与世界这个节目, 同你一起努力打开这道大门。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自由亚洲电台中国与世界的节目里面, 跟我们跟进一下最新的形势。 最新的形势不是纯粹在国内, 而是已经进一步在香港的搞到那些轴水横流。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因为要绿组排山倒开出来, 于是他大陆的文化就是舆论先行, 所以他从爱国者标准的讨论, 跟着就是国家安全等等。 最近这两个话题很热, 爱国者这个来说, 又是令到大家真的拎头。 所以连销带打,大陆会怎样做, 香港人可以怎样回应呢? 尤其是在财政预算案新的一份预算案里面, 陈浩波第一次推出国家安全, 即是维护国家安全的费用第一次, 这些钱是怎样用呢?等等, 今天既有政治又有经济, 所以请两边都比较了解情况的朋友上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今天上来的就是香港民主党的区议员袁凯文, 以前是读经济的, 首先先请教一下他, 好了,我们集中一下现在的国安费等等, 80亿, 这些钱你说多也好少也好来说, 那你怎样看这80亿呢? 因为警方的拨款都是250亿, 占3分1的, 我想是有不同的角度的, 第一个角度就是, 有趣的是财政预算案, 陈浩波的演词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说, 然后大家都是一看那些细节, 一看那些每个表一拆出来, 就看到一个国安费就是80亿, 好像他是想类似淡化, 或者怎么样,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但是始终大家都知道, 国安法立了之后, 其实那个都没得你说不批的, 或者没得你说怎样用, 他说出来, 我想就只是说出来, 以致你想知道他里面的仔细怎样用, 其实都是不得而知的, 昨天网友也有出来说, 就是说涉及一些机密或者操作, 不会特别说, 所以那个的, 我想很多市民的担忧就是, 那些钱就是这样用, 他好像说是分几年用, 但是又没有很具体是五年, 九年, 即是三和九都可以是几年, 没有说那个数据, 就是一个80亿, 但是相反, 大家想有不同的宝座, 特别是疫情, 例如我们想说派钱, 失业援助金这些就完全没有落空, 可想而知其实基本上就是, 政府觉得重视, 其实真的重视那样东西就一定可以, 我想好像现在我们也有一个说法就是, 怎样穷也好, 就一定不可以穷国安, 所以这个80亿就放进来, 但是也引伸到很多大家的疑问, 究竟这80亿是谁用呢? 他现在好像有一个说法就是, 国安署就不是给国安署那边的, 国安公署, 国安公署, 大陆在香港有个国安公署的, 但是那个国安部就好像有很多人, 还有就是见他, 譬如之前一月初那种的大搜捕, 国安部去那里自己也有些人, 国安署, 但是同时他动动了全个警队, 不同的环头一起去出去, 那次讲话也起碼用了一千人, 就是那次, 那会不会这个拨款是被他大幅地去请人呢? 这个也是担心的, 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再有更加多的大搜捕, 而当日李桂华, 就是出来拉完人出来说, 就是他不是说不排除有多一轮的拘捕, 而是说会有更加多的拘捕, 就是那个说法是, 就是好像会有下一轮, 目绝有内, 只不过就是看看是什么时候, 甚至我想到最后都不是他决定, 是更加上面的一些政治决定, 审时度势, 看看什么时候这样动作, 所以那个担心是在的, 而第二就是, 大家都知道国安法是很强大, 很强力, 那就是他们的收集情报, 那样东西都是没有track and balance的, 就是没有可以监察的, 即是没有平衡, 没有可以监察的, 例如这个例子, 虧听亦有些曾经做过警察的人, 跟我说你预设了一个电话, 一定是虧听的, 过往都叫做要勾线, 要去批准的, 要找人费一类, 但现在就很简单, 基本上是那个, 应该是警司级, 一签他其实就立刻可以虚听, 所以那种去用来, 是否收集情报那种呢, 我想都可能是很有机会, 但是始终刚才都一开始说, 那个国安法写得明, 其实都不能由法庭去拒绝, 或者不能是怎样, 因为一定是他可以批准, 其实就任由他拿的, 就是这些钱, 整体之后, 袁可文已经说了, 有好几个关键的环节, 首先看80亿, 你说多还是少呢, 80亿, 警方的预算是250亿, 但是已经增加了百分之7.7, 换句话说, 警方已经是买武器, 增加人手, 政府其他部门, 就是咳人手的, 你看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是咳人手的, 咳budget的, 但是警队里面, 这个专政机器, 它就一定要强化, 所以现在的国安费用, 又占了警, 不是占了, 比例上, 是警队的开支的, 接近三分一, 这两个专政机器加在一起, 你计下250亿, 再加80亿等等, 那里已经是300多亿, 我计算是, 今次删除了警队资源200多亿, 这是年度, 80亿, 他说几年, 所以其实我们的计法, 都不知道应该将它刚才所说的, 除三, 除五, 除九就很难, 但是坦白说, 这80亿就放了出去, 我计算是没有了, 我计算是, 看看将来会不会再继续加, 我计算是, 这个你要请教一下, 袁岸文, 他看经济, 他说, 未来几年, 80亿是几年, 又不知几年, 这里是否存在着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 可能这80亿, 明年用完了, 或者今年都用完了, 就可以追加的, 可以两三年内, 以及正正是国安法讲得明, 即是, 是没有, 里面的用钱是, 国安政府是要付的, 以及结立法会都不是, 到底是否批, 就一定是要用的, 甚至法庭, 我相信那些都不能够干预, 所以他一觉得不够, 使用差不多了, 这样又来拿, 也没有可能连质询的机会, 或者是去问多些机会都没有, 究竟什么是国安呢? 其实事实上是可以很阔的, 就是大陆很多的维稳那种模式, 是否都可以是国安, 不单是请人, 不单是收入情报, 是否还有很多的事, 都可以纳入为一个国安呢? 这个我想就真的, 看看将来会不会有些, 将来有些蛛丝马迹, 是可以看到更加多这些情况, 即是两种, 国安可以是外国, 外部势力的香港, 搞什么活动, 情报收集等等, 这个可以是国安范围, 我想这点来说, 一般情况之下, 大家都不会反对的, 国际上都是这样的, 你有你的情报网, 别人有别人的情报网, 你有个反间谍网等等, 但是问题现在, 香港政府给人的感觉, 就是这个所谓国家安全, 它不是打外为主, 是打内为主, 打内即是说, 它觉得某一件事影响国家安全的, 你很可能是一种正常行为的活动, 或者是一种言论出版等等, 它觉得你为害国家安全的, 它就可以将这些笔费用, 就放进去做维护国家安全的, 如果去到这样的时候, 跟着大家就说, 刚刚袁岩文提到, 就是说, 好似两笔数的, 即是说, 国内在香港设立国安公署, 它的数字根本没有公开, 国内扔多少钱, 搞这个国安公署, 警方就是一个国安署, 这个就是处理的署, 如果是这样来说, 表面上就很似有监督, 即是说, 香港这方面就有这张数字, 或者是这个, 也没有, 用多少都可以用, 用多少都可以用, 可能每一年就是, 大家就看这条数字, 因为政府每年, 就好像有一个财政预算, 我会说过往用了多少钱, 未来一年的预算, 我想只能够在每一年, 这些财政的变化, 推断或者分析每一年, 用多少钱, 例如来年中年底, 或是明年初, 有一些的洗费推算, 可能就看到, 原来国安的费用已经用了多少, 我想只能够看到, 它用了多少钱, 而很难从一些仔细的角度, 知道它是编制的人手的多少, 可能我相信也很难会知道, 在现在国安法的这么强力, 力量这么大, 能量这么大的法例, 我相信是很难, 核数处, 你怎能核到这些数价? 对, 最多看你用了多少亿, 但可能只有这个数价以后就很难, 它也不会让你查, 查的时候, 就是摆出一个款, 我想是不能做审计的, 是的, 我想是不能做审计的, 你说有一个公务员的部门, 你又去投诉, 那你怎样投诉? 这些没有, 换句话说, 无论如何都好, 从香港人的角度, 就想一个问题, 就是无论你的钱, 是用了香港警方的国安署, 还是说中间仪形换影, 一声不知怎样, 就是转了过去, 国内的国安公署在香港活动, 两样东西混合, 换句话说, 无论如何都是香港人的钱拿出来, 被政府拿来压回香港人, 是的, 很明显国安现在看到可以抓的人, 都是香港人, 本身说法例是无远弗界, 所有地方都有, 但是一些所谓的爱国势力, 就是外国的政要, 或者不同的, 他有哪个是真的有用来通缩, 或者是用这一个来拘捕外边的人, 真的没有, 现在看到那一百个被抓, 大约全部都是香港的人, 特别是一些, 我想在之前的运动比较积极参与的, 不同的方式的人, 甚至是从政有很多认识的朋友, 我想对内的那种可以说是打压, 或者那种的压力是非常非常之大, 这边又开始提到, 你刚才提到, 现在整个所谓的国安, 其实就是借外来打内, 内的这个行动, 它不单止是你有具体行动, 你说是勾结外国势力, 或者有武力准备等等, 它不是这样, 它连你很多的意识形态的内容, 都列入危害国家安全, 所以它是一个所谓的负面清单, 那负面清单呢, 你怎样看呢? 这个负面清单呢, 最近曾国伟出来, 就说要宣誓, 所有公式人员, 甚至可能来到法庭机构的成员都要宣誓, 就列了一些正面清单, 就是怎样才是爱国者的表现, 我想就是那些就相信, 我想那些都不惊奇的, 不惊讶的, 就是那些什么拥护的, 一国两制, 就是反对共同这些, 我想都是有列出来, 甚至可能有一些, 本身比如民主党党纲, 我估议都是有的, 就是支持回归那些, 但是负面清单, 就是很阔的, 是很令人担心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坦白说, 我和一些同事, 就是讨论一些同事, 其实都觉得是很针对, 对着一些反对派, 或者民主派的议员, 爆了出来, 好像已经一把刀那样, 就准备斩下来, 只不过就看看他会不会追究过往, 或者看看他什么时候下刀, 举几个例子, 就是一些说是变相公投, 或者是一些要求令到特首要下台, 或者什么这些都是可以, 就是一刀就刀掉这个负面清单, 还有一些是很虚的, 虚得很不得了的, 就是损害香港利益, 或者倾向损害香港整体利益, 损害利益其实是很阔的, 还有那个定义其实是由当权者, 你问我普通一个议员, 或者有很多市民, 其实会觉得林郑你推过反修例, 其实就已经损害香港的利益, 又或者有些人, 有些搞笑的, 因为财政司司长就加印花税, 有些市场的波动, 或者有很多人就罵, 有些说这个不是损害香港的利益, 这些是很主观的, 但是主观的执行就不是普通的市民, 就有一个监督情况, 而是直接给律政司, 那个离谱之处是什么呢, 律政司觉得你是叫做违反这个宣誓, 就是有很多负面的这些清单, 那么他就可以立刻申请法庭程序, 那么申请法庭程序就是, 你就立刻要暂停职务, 譬如议员如果他不相信袁台文, 就立刻要暂停职务, 薪金又不能出, 总之就是在高冬法院去做, 就是未有结论, 未有个案情的判决, 已经是罪人了, 我喜欢用一个比例, 比喻的就是, 即使一个人杀人强奸, 那种停职都没有这个所谓违反宣誓那么快, 因为杀人强奸, 你也要先被警察拘捕, 接下来坐牢, 之后又搞了一轮, 就是审完你定了罪, 就立刻启动程序, 又或者你在现在区议会那个条例, 或者我相信有些公式就是, 你如果连续的一次, 没有出席那些会议, 那就拜拜了, 但现在不是, 他说你违反那个誓辞, 那就立刻可以, 麻烦你送去法庭, 你去解释, 那这个我想是, 就是一把刀, 看看它什么时候移动, 加上刚才我说的那些, 很多不同的条款, 是很虚无的, 其实真的是允许定义的, 所以这个是很艰难的, 所以很多人问, 你会不会宣誓, 其实我一直都说是宣誓的, 坦白说, 我们参选过一刻, 其实那时候都已经说是, 就是认同基本法, 会遵守基本法, 拥护基本法, 就是那种已经做了, 现在只是做不过, 就是形式法再做多一次, 但是那个实质上, 就不是那个宣誓的内容, 而是现在去改了一些的法例, 和是无限在抗拳, 和是那个机制上, 令到那个律政司, 或者这个政府是更加大的权力, 那么一个民主议员那个, 限制或者承受的风险, 是大大提高的, 这个其实就说明了, 它其实不是着重法律, 而是着重法律包装之下, 它那个政治权力, 它整不整理是政治问题, 不是那个法律, 它依不依法去解读的问题,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 其实来来去说了这么多, 国家安全, 或者国家安全的费用等等, 其实如果你等同起来, 其实这个实质不是国家安全, 实质是政权安全, 它是保护政权, 当然你可以扭一扭, 如果对外来说, 你可以保护国家安全, 但是现在种种的措施, 就是针对本地, 如果用大陆的说话来说, 这个叫做人民内部矛盾, 它是用敌我矛盾, 对外的,对外敌, 那种手法来对内的人民内部矛盾, 如果是这样来说, 就变成了用香港人的钱, 来维护政权安全, 你怎么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要维护国家安全, 我想大家不否定, 但是如果你说政权来说, 它的过程, 因为中国历代的政权, 你说老百姓, 行为上是接受的, 但是不是一个完全现代文明的选举, 产生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政权安全, 大家也不是否定你的, 现在, 问题就是说, 你要用大家可以接受的方法来管治, 但是你现在又不是, 对啊, 我想坦白说, 现在在香港, 真的变成了, 我想不是过往, 以前还有那些说, 什么爱国可以不爱党, 之类之类, 甚至是, 那个要求, 不是去到现在, 现在夏宝龙出道来说, 就是说, 所谓爱国者, 是什么爱国者, 不是一个高标准, 而是一个最低的标准, 甚至曾国慧出来, 当他回应到传媒财商, 我还可以反对共产党, 曾国慧就会说, 如果你反对共产党, 你真是反对一国两制, 这一个子抗人, 那你怎样可以是一个爱国者呢? 他现在反对邓小平, 所以很多事情, 譬如我们说, 邓小平说得懂, 爱港, 即是爱港, 是最重要的, 是奴隶主义, 你也是, 不爱共产党, 这个是邓小平说的, 所以, 但是这种说法, 即是权利在那里, 我想已经, 没有了, 你跟他争论的定义, 其实是, 意义都不大, 但事实上是很艰难的, 就是过往一直以来, 香港人享受的自由, 例如集会六四, 我想现在可能会非常艰难, 或者有一些朋友, 可能都会很勇敢去做, 但是我想所承受的风险的后果, 甚至代价是会很高, 所以国家安全, 我想不会有人反对这个概念, 不是说不应该有国家安全, 但是, 担心就是, 借用国家安全, 这个东西, 摆高了所有的考虑, 完全是没有人权的保障, 譬如, 可能连保释都很艰难, 或者是有不同的言论自由, 香港人权, 即是香港本身基本法, 也有个人权国际, 国际人权公约, 其实是一个很国际性的人权的保障, 这些可能都是大幅的缩减, 变成了国家安全, 其实牺牲的就是很多公民, 很多普通人的一些自由, 一些的权利, 这个我想正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或者担忧, 而国安法大家看到, 这个国家安全是没有那个track and balance, 即是没有东西是反对的, 这一个我想是一个很艰难的局面, 我们都要去适应, 都要去看看是怎样面对, 即是说, 现在出现的情况, 就是他强调国家安全, 不等于人民安全, 因为他的针对来说, 他说针对来一小撮而已, 但是他的行动这么扩大化, 就是保护了国家, 豁湖, 政权, 安全, 等于人民未必安全, 这种概念是等于大陆的维稳费, 现在香港政府照单传收, 改了个名字叫国家安全, 你怎么看现在国内的维稳概念, 直接移民进入香港, 你怎么河水不犯, 绝对是, 甚至可能香港现在面对的情况, 比在内地更艰难, 有些朋友说, 他都觉得香港接近更辛苦, 比如深圳的地方, 因为深圳或者不同的城市, 其实那些都不会反抗, 大陆那种模式就是你不反抗, 不然会转松一点, 或者不会再在那些位置捏到, 就是普通人, 如果那些维权律师都在那里捏, 普通人可能就不会捏得那么厉害, 但是香港不是, 整个都是不是信从的, 不是信民的, 可能那些捏的那种力度是不断加, 加上现在是中国那种政治的决定, 加上已经传统公务原式的那种做法, 其实有些人会执行到最尽, 什么都很保守, 很不合作, 在区议会就看到了, 那种是很难受的, 而国内那种维稳, 其实都值得留意的, 就是现在最新我想, 你可以介绍一下, 十一、二年都没有公布过那个维稳费, 2009年开始都没有, 2008年都有, 其实国内那种维稳, 其实什么都可以是维稳的, 就是不单只是城管那类, 大家有看, 甚至是一些, 譬如说要搞亚运, 搞一些大型的嘉年华, 互席的生活, 大型的活动, 亚运、欧运, 周围的人要保安, 又要把所有居民都放走, 去住其他地方, 例如酒店, 那些钱都是维稳费, 而这个问题也不需要交代, 现在国安也是不需要交代, 那会不会究竟, 将类似日后这些开支传媒, 又是用国安的概念去做, 这是要观察一个很大的文化, 亦都不排除有这一个可能性, 那我想, 即使现在国安, 即是大陆政府都说, 国安法令到我们很和谐, 即是很稳定, 市民不需要再担心黑暴, 即是暴力之类, 他一定都会用这一个来强化他那种维稳的概念, 继续去做, 还有一个是很好用的, 即是如果正常要跟钱, 可能都要和那些议员, 不知将来还有没有选举, 或者怎样算, 但都要和你解释, 有些不喜欢解释, 或者是觉得摆出来解释, 即使我过到, 解释完都可能有些感觉, 我就会用国安来处理, 连解释都不需要解释, 所以你问我, 即是那些国安费的钱怎样用, 我相信有很多, 一些会觉得不适合公开, 或者公开出来, 大家都会很有意见, 那些可能全部都是用一个国安法, 反正国安的定义是可以很阔, 很广, 即是80亿呢, 他现在就是握住大家, 或者蒙运含糊, 他就未来几年呢, 80亿, 平均算起来不多, 他说得不清楚, 但如果用国内那种维稳的概念, 包括动用公权力, 去阻折一些人表达意见, 国内上访, 即是去人大, 或者那些投诉等等, 各个地方政府就派人去到北京, 去到什么, 阻折他们, 将他们捉住, 然后就放进去非法监狱, 然后将他们送回本地, 这些钱全部是地方政府出, 然后就撥进去维稳费, 如果香港, 日日又是这种, 它是打压本地一些活动, 然后又会用公权力, 那些费用, 就像现在国内这种, 它截留截住你上访, 即是不让你的意见公开发表, 完全一模一样, 可以是的, 国内也看到有很多, 刚才夫子你所说的, 一些上访, 又或者我们知道, 坦白说, 大陆也有一些不同国家的领事, 譬如欧盟好, 或者西方国家, 日本, 之前不是说国际人权日, 之前是一两年就是, 通常那个请法就是, 可能这些领事, 例如举个来欧盟, 他会请了一些特别的人士, 例如维权律师等等, 就会去一个指定的地方, 可以是领事本, 或者可以是其他, 就是看每年的安排, 通常那些是, 可能出很多的邀请, 一百二百, 但是可能到当日出席到, 就真的可能只有十个二十个, 就很厉害, 那种阻阻上访, 或者阻阻出门, 就是很多, 今年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一国际人权日, 当日, 就立刻有一堆不知什么人, 就立刻站在那些, 维权律师, 或者那些家属, 那些家属, 那些家人的门口, 外面就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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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即是骑桌, 窗上, 就在那里, 要抗议, 看病都不可以, 所以, 所以, 小孩子上学都不可以, 所以, 我想这种, 全部都可以是一个国安的费用, 对不对? 他可以说, 你好像勾结外国的势力, 要求外国干预, 或者是, 怎样, 是可以的, 他又未必是用来去, 上一步是高调拉, 拉你这些人, 但是就是在那里阻挡, 因为他就说要保留围困, 你搞不到那些东西, 那么他就稳妥, 那些问题, 就不是解决这些问题, 而是, 即是将你那些人, 就提出不了这些问题, 或者出现不了, 这样, 刚刚提到外国, 很多建制, 或者官方, 他经常提出一个他们的观点, 他说, 西方世界, 他们的国家, 都有国家安全的机构, 又有国家安全的费用, 又有国家安全的法例等等, 那为什么外国可以有, 中国不可以有呢? 一个很大的关键, 就是check and balance, 即是有没有那个监察, 监察有两种, 一就是一个独立的司法权, 即是法庭的罢关, 大家看到我们的法庭, 其实都很弱, 大陆更加没有, 更加没有, 那个弱就是, 现在直接有一些, 有一些判他都说, 有一些人大常委决定, 他们都干预不了, 或者有一些已经在国安法定名, 就是你没有得你决定的, 就是这样,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外国我相信说的那些国安, 就是一般是一些, 民主国家的国安, 我们不是说那些, 就是专政的独立, 那些基本上都是, 就是, 各宪法的保障, 有人民的授权, 有在野党的监察, 对吗? 那就是, 那个保障是有多重的, 我举一个例子, 英国有套, 有套戏的, 也是曾经发生, 就是当年打伊拉克之前, 就是贝利亚主政, 就是有一个做情报的女孩, 就是听到那个情况, 根本就, 跟那个政府说出来的那样东西, 是完全是, 见到政府是说大话, 而做了一个解决, 就是这样的决定, 或者误导民众, 而出来, 他就想完一轮, 纯上是想保密的身份, 就放回传媒, 知道英国的国安, 或者他们当然很生气, 不断捉鬼, 他就受不了压力, 就承认了, 就面对那个审讯,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一, 他们觉得这个所谓捉鬼, 就是, 他在一个政权上, 他当然很生气, 突然间我想做这个决定, 你就阻止我, 那我就要动, 但是他又有个法庭的保障, 有个公平的, 公开的审讯, 甚至不会立刻说, 就承认了他们去坐牢, 即是不让保释, 与此同时就是, 亦都是根据一个公开审讯传媒去问, 到最后, 直接政府, 即是他们那边的检察长, 都知道告不入, 就自己拔走了, 这样, 但是, 后来, 一部戏里面也有说, 就是把一个真人真事拍出一部戏, 那为什么要告呢? 就是令到, 就是, 我想很多英国人很生气, 我就是要这样告他, 令到他, 就是不敢再敢做, 就是令到其他人不敢做, 但是, 这些都是这些策略, 检控的策略, 就是, 但是你问我, 即是去到香港, 我想是不是, 这个情况是差很远, 即是根本上都是, 实质操作就是, 基本上是未审先囚, 即是你未证明到有事, 就已经是, 你已经是一定要先坐在线, 那变成了, 你说那个, 监察的那个平衡, 其实没有什么平衡到, 他基本上, 那个律政司, 那个安公署, 那个政府想动, 就可以先拉了, 先拘捕了, 甚至可以提了上庭, 先检控了, 我想这个是最大最大的分别, 是的, 刚才袁凯文提到, 其实归纳起来一个实质, 就是说, 为什么外国人, 都有他自己本身的国家安全的机构, 法例等等, 为什么外国人, 一般在西方国家里面, 不会觉得, 是会打这么多问号, 不会质疑政府, 总体理会是滥用的, 就是因为他本身, 这个政府, 都是人民选出来的, 就是真选他, 不是小圈子那种, 第二, 他就是有一个, 刚才袁凯文所讲的, 就是平衡监督, 以及相对透明, 这些来讲, 香港是什麽都没有的, 所以你无法建立那个信心, 无论怎样都好, 未来一定要是靠大家, 尋着应付, 当然, 要讲很多策略, 不要脱皮脱骨, 等等, 这个就不是今天的范围, 总之, 大家会继续跟进下去, 继续支持这些年轻, 谢谢大家, 大家一起保重, 是的, 大家存在, 坚持, 策略, 就是未来的, 就是大家要思考的事情, 所以今天也很多谢大家, 在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与世界的节目时段里面, 跟我们跟进这麽多各种的问题, 也很多谢民主党, 香港民主党区议员袁凯文, 这些年轻人值得支持, 继续努力,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